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深蓝,一个喜欢魂类游戏,刷装游戏,以及所有能配装的游戏的玩家 1G2仍然在更新,但是我想玩的下一个游戏已经快发售了 正好我也完成了自己的配装开发计划 所以我决定制作一期从入门到末日全流程指南视频当做阶段性总结 等1G2的DLC发售,我们再去前缘 1G2的随机地图机制决定了它很难做流程攻略 同时这并不是一个通关就完结的游戏 它的很大一部分可玩性来自于重开和高难度 因此一个做到通关为止的流程攻略其实也根本不完整 所以本期视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程攻略 而是一个概括性的全流程指南 告诉你在每个阶段做什么事情最好 那别忘记点赞和关注,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需要说明一下本作的乐趣主要来自哪里 一方面1G2有大量的随机事件,其中不乏多解决的 并且本作的隐藏要素极其丰富 因此虽然1G2并没有传统意义上峰回路转的地图设计 但是探索的乐趣依然很多 另一方面1G2的战斗玩法以配装为主 本作的可玩配装很多并且各有千秋 以我自己的理解来讲,初剑阶段的乐趣主要来自探索 而后期的乐趣集中在配装上面 探索与配装的双重乐趣就构成了本作的核心可玩性 相比之下,内魂风格的战斗更多只是一个用来承载这两者的框架 所以黑魂里面常见的什么1G通关、走位无伤这类的挑战可能不太适用于本作 如果你想要最大化探索的乐趣 那么我的建议是至少在初剑阶段不要看攻略 这个阶段的战斗本来就不难 也没必要功力的一上来就追求强力装备 如果你想要最大化配装的乐趣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不要追求最强配装 这种东西并不存在 每个配装不仅有相对的强弱之分 还有各自适合的场景 在不同的地图里面和Boss战里面选择最合适的配装 才是更为合理的做法 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 能够在末日难度下成为某一个场景首选的配装其实非常多 总之探索与配装两位一体的乐趣 这就是我对1G2的理解 本期视频的目标也是规划出一个 能让你较为轻松的体会到这些乐趣的方案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你处于开荒阶段 本作不考虑DLC的情况下 主线流程是这样的 先从耶沙、涅鲁德、洛斯曼中随机选取一个 作为第一个世界 打完之后进入迷宫 然后同时开放余下的两个世界 全部打完之后进入最后的根腕地球并通关 在这个过程中 迷宫和根腕地球是完全固定的地图 然而耶沙、涅鲁德和洛斯曼都是随机世界 你首次通关对应世界之后 还能解锁冒险模式 冒险模式免许你保留当前战役进度 用另外一个独立的槽位随机生成一个世界 我个人的习惯和建议是在开荒过程中 每打通关一个世界就再开一个冒险打打 也就是说每个世界打两遍 这样可以收集到更多的装备与资源 同时只打两遍也不太容易碰到重复内容 考虑到探索的乐趣 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尽量不要参考攻略 同时不建议直接在高难度下开荒 一般来讲选择最低难度幸存者就行 本作的难度其实有点类似高周末这种循序渐进的定位 比较推荐的做法就是从最低难度开始 一边提升自身实力一边进入更高的难度 这样就算是说明了开荒阶段的流程 不过我想你还很关心另外一个问题 用什么配装 说实话我检查了一下现阶段的所有主流强力配装 所有配装都需要若干随机获取的装备 并不适合作为开荒推荐 另外一方面幸存者开荒 说实话也并不需要用这些强力配装 因此我的建议是选择两个全商加成职业 使用某种混合了武器射击和改装伤害的打法 这种打法在后期挑战高难度的时候确实上不了台面 但是开荒的时候很合适 职业方面建议医生开取 保证圣物尚未升级时有足够的续航 然后在洛斯曼解锁炼金术时作为另外一个职业 医生的技能提供了强力生存 而炼金的二技能可以提供一定的输出加成 至于武器呢 我个人推荐主武器选择AR步枪或者猎枪 都可以直接在基地军火商处购买 副手武器则选用奥秘 就算削弱了几次 奥秘依然有很不错的综合性能 这几个武器都是固定或许 并不受到随机世界的影响 但是如果你在流程中遇到了更加喜欢的装备 那随时可以更换 毕竟开荒的意义就在于多进行尝试 在成功通关之后 骑士1技2依然有很多内容你尚未体验到 探索方面呢 你不依靠攻略的开荒 必然是漏掉了很多东西 这时候再开始对照攻略收集 应该会发现不少新的惊喜 至于配装呢 也是时候开始尝试了 无论你看上了什么配装 一个核心问题都是 你必须要拿到所有相关装备 而在一个世界随机生成的游戏里面 寻找特定的装备确实有一定难度 因此呢 我建议你看一下我做的地图生成机制视频 那个视频里面不仅介绍了地图如何生成 也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一机制 针对性的寻找装备 你可能还想问啊 在这个收集装备的阶段 应该是在什么难度下来玩呢 开荒啊用的是幸存者难度 那现在应该提升难度吗 我认为这取决于你当前能用的配装 达到了什么样的强度 具体各个难度需要什么样的配装强度 我会在之后说明 除了收集装备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要刷资源 刷资源的思路我大概分成这样几类 首先废料铁经验等需求量巨大 但是又没什么特别高效来源的资源 这类资源的获取效率与难度挂钩 高难度下的资源奖励会增加 因此我建议尽早达到能够打老兵的强度 从此难度不要再低于老兵 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此类资源的供应 个人感觉铁是不怎么缺的 废料在老兵难度开始就不缺了 但是经验真的很缺 建议同时使用学者特性 闲者知识戒指和逆牙的经验药水 第二水晶 腐朽水晶 还有拟像等相对特殊的资源 这些资源基本上都有专门的刷法 并不需要依靠一遍遍的刷新世界青图来刷 你可以参考相关的攻略来操作 第三圣物碎片 这东西建议你先刷一下圣物粉尘 刷法可以参考第一类资源 然后开一个末日难度的冒险 直接在基地里面找刀卧买 这样效率应该是最高的 总之到你结束开荒阶段之后 收集装备和刷资源的阶段 应该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感觉自己的强度稍微可以了 那不妨试一下高难度 本作的四个难度中 幸存者算是专门的开荒难度 当你已经完成开荒 收集好基本的装备之后 老兵才是对你而言的基准难度 几乎所有配装都能在老兵难度下畅通无阻 即便是使用尚未刷满等级的职业 同时携带大量经验获取相关装备 你依然可以打过老兵难度 噩梦难度相比于老兵有较大的提升 需要你使用成型的装备去打 一般而言建议使用满级的职业 而且不携带任何经验获取装备 这样你会多出来一个戒指蓝位 省下来十个特性点 还能用一个生存项的合计 确保全副武装的状态下 大部分配装应该都能够打噩梦 不过也有一些配装非常强力 以至于你用依然在刷经验的配置 就能打过噩梦 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去打噩梦而非刷老兵 从而更高效的获取资源 总之呢 究竟能不能打得过 试一下也就知道了 也不耽误时间 最后的末日难度 算得上是很大的挑战 它不仅像噩梦一样 要求你使用成型的配装 而且还有一些额外的要求 第一 生存压力大幅提升 建议你推涂式携带两个生存戒指 并且多点生存特性 本日题发布时的版本呢 推荐的生存方案是 优先堆高生命上限 其次是富甲 而DR减伤 只要有树皮特性的试点就足够了 第二 战斗时需要选择能力合适的配装 推涂的时候 你要考虑 主要交战距离是远是近啊 飞行敌人的数量和强度如何啊 以及场景的高低差 与障碍物数量如何 而在boss战方面 你要考虑是用战装打法还是脱手打法 又应该选择具体的哪一个配装 这些内容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 有关实战与打法数据差异的视频 简单总结 老兵是对通关玩家而言的最低难度 也是通常用来刷经验的难度 噩梦需要你刷满经验 配装成型 但是大部分配装都能打 末日则在噩梦的基础之上 一方面要求你额外投入资源给生存 另一方面要求你合理选用配装 一部分配装在末日难度下 是没有足够强度的 这些算是对难度提升的客观描述 然后如果你需要一些动力 才愿意挑战高难度的话呢 高难度战役通关之后 一些商人会出售新的装备 所以你可以将打一遍末日战役 作为一个目标 此外硬核模式下 各个难度通关也有额外奖励 你可以考虑开一个新的硬核角色 来完成这个挑战 不过我觉得打硬核 应该是超出了很多玩家的考虑范围了 总之呢 这些就是从新手入门 到末日通关的概括性流程了 希望能够帮你解开一些困惑 给你更加明确的目标 还喜欢我步步生亡游戏乐趣的故事吗 点个关注不迷惑哦 感谢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